入境西班牙后 自驾在西班牙的都市乡村之间 飞驰在西班牙的高速公路上 真是一件乐事 如果您是要到西班牙自驾旅游的人士 下面这些旅游注意事项对您很有帮助 首先在启程前要准备好您的驾照 1.如果您持有欧盟、欧洲经济区及深耕国家的驾照 只要驾照没有过期 就可以用此驾照在西班牙开车 2.如果您是持有英国驾照的人 由于英国已经正式脱离欧盟 因此持有英国驾照的人在西班牙开车 需要准备以下资料 1.您的保险公司出具的绿卡 证明您有有效的保险 2.您的汽车需要有一张带有GP标志的贴纸 3.一份允许到欧洲旅行的汽车保险单 只要您有有效的带照片的汽车驾照 就不需要再准备国际驾驶之照了 3.如果您不是持有以上类型的驾照 您可以使用国际驾照在西班牙开车 国际驾照要在您到访西班牙之前 先在居住国申请好 一般有效期为一年 如果您持有的是中国护照 需要准备中国驾照 即经过公正的驾照 西班牙语翻译件 下面再来了解一下 在西班牙自驾的注意事项 1.在西班牙开车是靠右行驶 如果车上有低于135公分的孩童 需要安全座椅 其他人不论前座还是后座 都需系上安全带 2.驾驶者至少要年满18岁 向租车公司租车的人 必须年满21岁 若未满25岁 会额外加收费用 3.西班牙非常注重路权 必须遵从行人优先 红绿灯标志的基本规则 转弯车需离让执行车 辅道车离让主道车 未进入环岛的车辆 离让已进入环岛的车辆 车辆必须离让行人 外车道为慢车道 4.关于停车 1.不同颜色的停车格有不同的意义 白色车位为免费车位 也是最难抢到的停车位 蓝色车位在午休夜间时免费 其余时段按时收费 绿色车位供周边居民或特殊人群使用 不允许临时停车 黄色车位位于装卸货物区 2.缴纳停车费 路边停好车后要先到一旁的自动缴费机 预估自己的停车时间并缴费 再将停车收据夹在挡风玻璃上 有些城市会有单双号日期禁止停车的规定 3.收到罚单 在当地若收到罚单 请尽快带着护照与国际驾照至警察局交费 若已离开西班牙才收到的罚单 租车公司通常会先从信用卡扣除一笔处理费 然后再把罚单转给你交费 5.不适合自驾的地区 马德里、巴塞罗那、瓦伦西亚的市区 因停车不容易且停车费贵 不适合自驾 建议以大众运输为主 而其他地方包括上述地区的郊区适合自驾 6.GPS的使用 基本上在高速公路上 GPS的指引都没什么问题 一进市区 有时候GPS或是Google就不灵光 所以要靠自己去判断 是否为单行道、人行道、禁止通行等 7.车辆限速 西班牙根据路况不同 限速也不同 城市限速50公里每小时 乡村限速90公里每小时 高速公路限速120公里每小时 住宅区限速20公里每小时 遇到雨天有降速提示 8.切勿酒驾 若驾驶人的血液酒精浓度超过0.05% 会被判禁止驾驶1-4年之外 也会被拘禁6个月到1年不等 9.行车期间禁止使用手机、接听电话 耳机也是禁止使用的 否则可被处以几百欧元的罚款 10.禁止鸣笛 行车期间若飞特殊情况 禁止鸣笛 11.高速路飞 西班牙高速公路分为Auto Pistas和Auto Vias 有电子缴费、人工缴费和资助缴费三种方式 12.加油 去车前要注意油箱的光标位置 要与租车公司确认 还车时是否要把油加满 西班牙采用的是自主加油 能靠导航或是Google们找到最近的加油站 一般加油站都是自主加油后在旁边的商店结账 13.发生事故 先将车辆移植路边拨打112 对车辆状况及时拍照或录像 等待交警处理 妥善保存事故记录 同时联系租车公司和保险公司 有了以上对西班牙自驾的了解 您就可以安心的在西班牙开启兜风之旅了 祝您旅途愉快 谢谢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